最近几期,我们制作了关于太平天国的视频,也收到了不少观众的后台私信,问了我们很多问题,其中问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女性英雄人物。 而在太平天国的女性人物中,自然属红宣娇、苏三娘和傅善祥最为出名。 应观众朋友们的要求,本期我们就说一下红宣娇、苏三娘和傅善祥这三个太平天国运动中名气最大的女人。 首先是红宣娇,其实红宣娇并不姓红,清朝关于太平天国的史料中也没有关于红宣娇这三个字的记载。 红宣娇原本姓黄,叫黄宣娇,世代居住在广西贵平县平在山,以耕山务农为业。 因幼年时过季给了一个阳性家庭,便改姓为阳,叫阳宣娇。 1846年前后,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区传教,出身贫苦的萧朝贵和阳宣娇先后入会,两人因志同道合又情投意合,便结婚生子走到了一起。 后来红宣娇也来到紫荆山区,因经常在萧朝贵家里落脚,便也结识了阳宣娇。 据说有一次红宣娇在萧朝贵家里休息时,跟萧朝贵说自己梦见了天赋。 杨宣娇在旁边听了,便也顺着红宣娇的口气,说自己早年曾因为生过一场大病梦见过天赋。 请不吝点赞 订阅诫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的船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的转发 打赏 不打赏的转发 打赏。 您的方便是费家里面 reached2004年。 再去不关心的阳宇口区,然后派较人艺别价康和马里面称或屋子。 说均都红 打赏的是啊。 这都不关心的阳户状,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蹦跶了没几天的天媚杨宣娇 就又被丈夫萧朝贵给制服了 1851年9月,洪秀全在永安建制 冯云山按照洪秀全的意思 颁布了一道名为太平礼制的法令 在这部法令中,洪秀全规定 女礼内侍七为三从 也就是女人不能干涉国家大事 没出嫁时,在家要顺从父亲 出嫁后要顺从丈夫 丈夫死了,要顺从儿子 杨宣娇虽贵为天媚 但她也是女人 受法令影响,杨宣娇不再抛头露面 从此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至彻底销声匿迹 太平天国灭亡时,杨宣娇下落不明 有人说她死于兵荒马乱 也有人说她成功脱险,隐居于民间 但这些说法都没有依据 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会问 既然早年的资料中没有关于洪宣娇这三个字的记载 那洪宣娇这个名字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根据能查到的资料 洪宣娇一名最早出自清末民初 黄世仲所著的《洪秀全演绎》一书中 黄世仲在书中编造了很多关于杨宣娇的故事 洪宣娇的大名也是出自此书 民国时期,虚构的洪宣娇被众多创作者进一步发扬光大 最终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英姿萨爽 容貌娇美的洪宣娇 而受此影响,原本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杨宣娇 了解你 ction 很明显 杨宇 杨宇 传绘 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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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子改嫁等 1854到1855年间的傅善祥 可谓步入人生的辉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法